第15题,地表附近的重力加速度大小约为9.8公尺每秒每秒,下列叙述何者错误? 我们晓得重力加速度的方向都是朝下的,不管东西是上抛或者是下落,它的方向通通朝下,所以选项出说,物体上抛时重力加速的方向向下是对的。 那么重力加速的大小约约为9.8公尺每秒每秒,东西要上抛的时候,加速度与速度是反方向,所以速度会越来越小,那每秒会减少9.8公尺每秒。 那么如果是向下掉的时候,这时候加速度与速度是同方向,所以速度会越来越大,那么每秒会增加9.8公尺每秒。 所以选项A说,物体往下掉落,速度每秒增加9.8公尺每秒是对的。 那么选项B说,物体垂直上抛时,速度每秒减少9.8公尺每秒也是对的。 而选项C说,物体的质量越大,受重力越大,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值也越大,这个是错的。 前半段说,质量越大,所受重力越大是对的,可是它加速度大小是相同的,也因此才会在不同质量东西从相同高度下落,所花的时间会一样,会同时着力。 所以选项C呢,是错的。 第15题问我们说,下列叙述何者错误? 我们答案选的是C,物体质量越大,受重力越大,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值越大。 第15题问我们说,物体质量越大,受重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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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大。